多颗的扭蛋每次100元 最大奖是日本双人机票 昨天已经被抽出来了 但是很多人就抱怨了 说抽到都是一些像是茶杯啦 毛巾立扇等等的奖品似乎划不来 但虽然如此 从星期六开放以来 可以看到这长长的人龙来排队 甚至一排啊要排一个小时 人龙长达70公尺 也造成周边交通瘫痪 而可能就是因为数大招风的关系 现在就有民众检举了 说扭蛋机是非法设置 今天台南市政府特别派人到场去勘察 确认这个扭蛋机没有向市府申请设置 未来呢会给业者一个月时间 补请建造和使用执照 再看后续如何处理 好再来看到这位是被称作最有钱的穷人 说的是商界名人 今年64岁的孙道存 他曾经申请破产 过日前又被媒体拍到 和小他32岁的嫩妻吴亦平 两个人过着豪奢生活 他们两个呢一起到高档百货里面去用餐 采买 甚至也被发现他们身边的排场 比起以往又更升级许多了 因为现在多了保全来护身 甚至还帮忙两个人提着战利品 不过在过程当中发生意外插取 当时孙道存怀疑有路人在旁边偷拍他们 于是火大的上情理论 还要求对方交出手机删除照片 直到他的妻子吴亦平盛行关切 孙道存才让对方走人 而最后呢 两个人到停车场去取车 坐上市价大约是235万元的新款 福特野马跑车 扬长而去 好 再来要带您看到这场状况 这是高雄的一名11岁男童 日前他贪玩晚回家 就担心被家人责骂 居然就撒谎 他说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变态怪叔叔 乱摸他的身体还想抢钱 当时他回踢歹徒三脚才终于脱身 警方获报之后非常重视 吊一日监视器之后 却始终都没有看到可疑人士 结果后来男童才啜泣坦诚 自己是说谎 但是因为警方已经受理了报案 还是必须要将男童依照 未造文书罪移送法办 而说到在脸书上面骂人 究竟会不会被定罪 其实过去都有不少的案例 其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这起判决 这日前台北市一名带姓男子 他在脸书骂人 结果遭到对方是依照公然侮辱罪提告 市令地检署 因此将这名带姓男子给起诉了 不过带姓男子当庭要求 说检察官应该要拿出IP位置来举证 他跟骂人账号是同一个人 而会这样的要求 就是因为其实脸书只限定 包括杀人等九个犯罪 会提供给司法单位来查询 IP和注册资料 而当中是不包含公然侮辱这样的轻罪 当然法官不是省油的灯 事后检视了男子账号打卡记录 留言还有照片来做比对 同时也传唤曾经被标记和留言的人来做比对 最后确定带姓男子就是骂人账号的使用者 判决男子拘役30天 得一颗罚金3万元 好政治焦点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的是前瞻预算 交付委员会来做审查 今天是第一天 但是蓝绿双方依旧争吵不休 尽管绿营一大早已经互助了主席台 但是蓝绿也寄出了程序来做杯葛 他们质疑会议主席没有经过赵伟协商 就擅自主持委员会 因此蓝绿是轮番在台上发言 也因此引来了畏委不满 双方唇枪舌战爆发了多次口角 截至目前为止 前瞻预算审查还是没有进度 好另外一项重要的法案说的是年金改革法案 虽然在立法院闯关通过之后 但是到现在为止争议还没完 虽然反年改团体他们已经从立法院撤退了 但是他们现在目标转向是跟着总统蔡英文的行程 就在全台各地发起抗争 而为了避免消息提前走漏 总统府像是今天的行程 一直到活动前40分钟才临时发布通知 但是反年改团体早就得知 上百人今天就在台中集结 鸣笛向总统来做抗议 而不只是国安局不敢大意 台中市警方也出动了350人沿着以待 希望让总统行程不受抗议影响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出席了小小市阵营开幕式 小学生的提问也是非常犀利 差点让柯文哲难以招架 而提到了世大运现在离开幕 只剩下最后一个月 原本打算缺席个人赛的中国队 最后一刻终于报名了 那么外界就解读这是陆方给柯文哲面子 那么对此呢柯文哲是再度缓夹了 他解释是因为世大运和中国的国家运动会撞起 并非是政治问题 还有来关键是长庚医院爆发的急诊医师离职潮 由于领口长庚是属于重度急诊 这个就责任医院 必须要有45位的医师 其中一半都要是急诊的专科医师 那么对此长庚表示 目前30会提离职的医生 有10个人确定要留下来 那么人力如果不足的话 恐怕会遭到卫福部降级 冲击到病患权益 也因此现在卫福部决定要介入了 最终不排除撤换董事长王瑞慧 另外这也是蛮夸张的 这是最近在中部警察内部的赖群组 流传了一张照片一起轩然大波 因为居然有远警这样诅咒自己的同仁 这张照片是一名年轻的远警 他穿着制服 对着对讲机座上面30多张的远警领机 正来膜拜 由于警方执勤 本来就是有隐藏风险 而这样的举止 简直像是在触眉头 不少资深远警就痛批 人没死像是被拜神主牌 心里很不舒服 这些是新晋不共的职位 有一个人叫做何楚天的 您曾经让我调查过他 就是那个战死的守军营长 他怎么会 他娶了扶伤纪瑞轩的女儿 成了商界名流 这是要去哪 送我的丈夫回家 你的丈夫 何楚天她没死 你说楚天她没有死 是不是你们抓了她 她是不是在宪兵队 去了你就知道了 你的英雄就在里面 一个人死里逃生 这已经是个传奇了 如果你能用纸包住户 那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要带您来关心 难道又是遭遇到诈骗吗 来看到这样的诈骗行为 这是在嘉义 有一名独居的阿嬷 被银行的行员发现 她的户头连续三天 一共被提领出45万元 而且领款地点都不一样 行员认为有异状 于是立刻报警处理 详细状况 我们连线记者李维珍 好 带您来看到 令人感动是在南投中流 中疗伤有一位热血的国文老师 他叫做王振忠 二十多年前 他从高师大毕业之后 就在学校实习了一年多 之后去服兵役 当时他为了解决家中负债 原本打算在退伍之后 要去大城市来当补教老师 结果当年在921地震之后 他抽空 回到中疗伤来探访 当时两名曾经被他教过的女学生 对他说了一句话 让他非常感动 因此从今而后 决定要投入偏僧 造育工作 现在他的故事还被改编 拍成了电影 今天的一道美味 要带您来看到 这是台北市的永康街 向来是以芒果冰文明国际 也因为这股冰品风潮 吸引了各式各样的 冰品业者来进驻 包括有传统道地的抹茶冰 另外还有梦幻的水果冰棒 应有尽有 也让永康街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夏日的冰品圣地 长长的人龙排到了马路边 夏日的永康街挤满为了吃芒果冰的在地人跟观光客 但来到了永康街 其实你还有别的选择 来到永康街 你以为只有芒果冰吗 今天来尝一尝日式的宇治金石冰 选用来自日本的道地抹茶粉 加上嫩Q的白玉 再配上用屏东万丹红豆制成的新鲜红豆泥 宇治金石冰大功告成 就算藏在巷弄里 一样吸引不少陶客 抹茶非常有抹茶的味道在里边 会觉得就仿佛置身在京都 假日的永康公园不只可以听音乐 在公园乘凉享受 还可以来一根漂亮的冰棒 半透明的色泽透着新鲜果肉 液着突发奇想 将水果加入碳酸饮料和威士忌 把挑酒般梦幻的色彩 冷冻制成色彩缤纷的冰棒 名字听起来蛮特别的 樱花养的多 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它的口味 然后就还蛮清爽 然后就是酸酸甜甜 蛮适合夏天吃的 以芒果冰文明全世界的永康街 引领各式冰品也纷纷进驻 夏天的永康街成为新的冰品圣地 据指寻冰花 零云先台北报导 世大运即将在8月19号要来登场了 但是日前绰号丁妹的台大勇后丁胜佑 他是自拍的影片 解释说自己为何没有被列入世大运阵容 他痛批选拔根本就是黑箱作业 丁妹的质疑包括了世大运的领选标准 他认为怎么会比奥运还要严格 台湾只有一个个人项目 还有一组接力 团队达到了标准 等于全台湾只有五个人可以参赛 除此之外 这次的争装名单当中 成绩较差的选手居然也入选 丁妹认为是有教练在护航自己的爱将 而另外明明就是世界大学运动会 但是在名单当中居然出现了高中生 也因此他认为这份的领选标准毫无规则 根据可言 为此体育署昨天是特别绕困的记者会 除了解释状况否认质疑之外 也决定女子对六名征招入选的国手 都只参加接力赛 不参加个人赛 同时也要研议 是不是要破格征招让丁妹加入 不过丁妹昨天晚间她继续在脸书发文了 她说自己不要特殊待遇 她只要求要公平公正公开的临审标准 台北市大运已经正式进入到倒数阶段 而在开赛之前的选手加油记者会 邀请到了上届的光州市大运 女子跆拳道金牌得主林婉婷 要为市大运重点摘金项目 滑轮楼兵选手宋青阳加油打气 象征金牌接力 直播之前呢被爆出说有场馆漏水啦 地面凹凸不平等等的问题 甚至售票状况不佳 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解决 好要来看到是第十届的立委选举 将在三年后2020年来登场 但是中选会现在调整了席次 包括了新竹还有台南都会增加一个席次 但是在高雄跟屏东会各少掉一席 消息也出 一出啊就几家欢乐几家愁 台南选却立委林俊宪直言乐观其成 但是高雄选区的黄中顺则痛批 说当市长当到少掉一个席次 高雄市长陈菊要出来负责 好最新消息要告诉您稍早 在桃园大西的一处路口 有两辆大型砂石车发生了擦撞意外 警销获报之后也到现场进行救援 根据了解车上一共是有两名伤患 现在已经被送往医院来治疗 最新状况如何 我们连线记者夏浩元 今日静茂来看到在台中清水区 有一名女子久后和远警发生了争执 当时呢这名女子不但是用自己肉身去挡车 不让警车离开 甚至她还伸出了脚 就放在警车车轮下面试图要来阻挡 不过当时警方就因为视线角度 他们没有看到女子的脚就在轮子下面 当场撵了过去 还记得之前在新北市发生 有两名未成年少年拿着保鲜膜封路 差点造成歧视发生意外 想不到现在在台南也出现了类似状况 而这一回被拿来封路的是一条长长的绳索 这是用来管制工地出入的绳索 当时疑似是因为被风吹起来 结果刚好打中了路过歧视 造成歧视当场摔车 好同样也是意外状况 这是有家长带着小朋友 在花莲知名的清水公园去细水 但是男童疑似是遭到突出的钢筋给割伤了 到医院缝了五针 现在家长质疑 这是公园没有做好硬体设备管理 才会酿成这起意外 好热情助人的要看到是这一位中央 健保署长李伯章 日前他才传出在一架班机上面意外救人一命 而最近又传出说李伯章他在台南的路上 和另外两位名医出手协助一位车祸受伤的妇人 当时三个人是坐在同样一部车上 结果看到路上发生车祸 他们立刻下车来帮忙 而一旁经过的护士还有路人也纷纷伸出援手 一直等到妇人被送医 一群人才安心领去 而带你来看到这是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现在传出似乎遭到台北地检署怀疑 可能涉及的中影交易相关的弊案 也因此呢 今天检察官指挥了检察事务官兵分多路 前往蔡正元位在台北市南港住处来做搜索 目前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详细的状况我们连线记者陈如群 好主播那根据我们 好继续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反年改团体现在随处在抗议 而她的目标就是跟着总统蔡英文的行程 全台各地抗争四起 那么现在为了避免消息提前走漏 总统府在今天一直到他们的行程活动之前40分钟 才临时发布通知 但是反年改团体早就得知 上百人在台中集结 鸣敌向总统来做更抗议 那么不只是国安局不敢大意 台中市警方也出动了350人 严正以待 希望让总统行程不要受到抗议影响 还要来看到在拍卖网站上面 居然出现了全联纸杂屋 那么最后是以一万块钱结标 全数捐做公益 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又是广告公司发挥创意 这是继每年中约节的广告之后 全联大搞CUSO拍卖纸杂屋 再度成功创造话题 好说到民众区于庙宇拜拜 会准备什么样的贡品呢 事实上台湾的信众在庙宇祭拜的贡品 时常是准备三生或者是水果 不过在新竹几间庙 这边的贡品很不一样 带您一块来看 回到全现场继续要带您关心的是 在中国广东深圳 发生了随机砍人事件 时间就在昨天晚间 当第一家超市出现了一名男子 手持菜刀乱砍现场民众 当场一共造成了两人死亡 还有九人受伤 现场血流成河 目击的民众看到这样的状况 简直吓到腿软 引起了不小恐慌 好 镜头转回到国内 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高雄的一名17岁少年 这个月9号他因为无照驾驶遭到警方拦查 少年因为害怕于是加速逃逸 在过程当中发生车祸 由于伤势很严重到现在都还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那么也因此家属现在质疑了警方执法过当 对此警方也强调了当时警车距离少年机车 还有两个车身的距离 而且也没有民警敌 只是在后头跟车而已 面对家属的指控 远警很无奈 只说一切都是依法处理 事实上远警在执勤 本来就有隐藏风险 继续我们带您来看到这样的一张照片 居然是有远警在诅咒自己同人 这是一名年轻的远警穿着制服 就对着对讲机座上面30多张的远警领机 正来进行膜拜 那么这样的举止 简直就像是在触眉头 好 要带您来看看这位最有钱的穷人 说的是商界名人 今年64岁孙道存 他过去曾经申请破产 但是日前再度被媒体拍到 和小他32岁的嫩妻吴一平 两个人过着豪奢生活 这次被拍到两个人一起到高档的百货去用餐 采买 而且他们身边 这个排场似乎比起以往又更升级了一些 因为多了保全来护身 而且还帮忙两人提着战利品 但是在过程当中发生意外插曲 孙道存当时疑似发现有路人在偷拍他们 于是火大上前理论 要求对方交出手机删除照片 直到他的妻子吴一平 上前关切孙道存才让对方走人 而最后呢 两个人是到停车场去取车 坐上了市价235万元的新款福特野马跑车 扬长而去 好吃的画面要带你来看到台北市有家烧肉便当 也只是利用独门的酱汁烤出肉香和酱香 让培根牛肉吃起来相当的软嫩 除此之外这米饭用的是台东 关山镇的白米 吃起来带有淡淡的芋头香 当然除了牛肉之外 您还可以选择猪肉或者是去骨鸡腿肉 只要用平易近人的价格 就能够享受到烧肉好滋味 马路上的危险场面 我们要带你来看到 这是在台北市明泉大桥的内湖端 在上班时间车流量非常大 下桥之后代转机车时常爆满 那么也由于红绿灯等待时间非常的长 就时常会出现机车骑士抢快闯红灯 结果发生车祸 根据内政部统计 光是去年的1月份到10月份 一共发生一千两百多起的死亡车祸 而当中闯红灯的比例 就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好要带你来关心的最新消息 是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震源 被台北地检署怀疑 可能涉及了州影交易相关弊案 今天她的住处遭到了搜索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记者黄书伟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平安 我是小云 我们再会